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美国节目 最近 乔·拜登宣布退出2024年总统竞选并支持卡玛拉·哈里斯 这一消息让HBO的政治讽刺剧《富人之人》VIP再度成为焦点 这部喜剧从2012年到2019年播出描绘了虚构副总统塞琳娜·梅耶斯 由朱利亚·路易斯·德瑞福斯市在白宫生活中的混乱和追求权力的故事 拜登的宣布与剧情中的情节惊人的相似引发了媒体和观众的广泛讨论 然而 这种现实与电视剧的重叠并非纯粹的娱乐 创作者阿曼多·伊安努奇表示 政治与娱乐的界限变得模糊 令人担忧 哈里斯在竞选中面临的挑战 以及他的团队如何保持轻松的氛围成为讨论的焦点 尽管如此 这种现象是否会削弱政治的严肃性仍值得深思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美国选举模仿电视情景喜剧 这是好事吗 自乔 拜登宣布退出2024年总统竞选并支持卡玛拉 哈里斯以来 两周内社交媒体上出现了一股不可思议的热潮 HBO的政治讽刺剧《富人之人》VIP突然变得无处不在 这不从2012年到2019年播出的节目片段 在网络上疯传 据报道 其美国的流媒体数据一夜之间激增 而当地服务Binge也巧妙地将该系列移到了奇酷的首页 《富人之人》是一部由阿曼多·伊安努奇 而Mondo·伊安努奇创作的监客 千里或殊荣的喜剧讲述了虚构的副总统塞琳娜·梅耶斯 由朱利亚·路易斯·德瑞福斯饰演 在他无情且极其混乱的权力追求中的故事 这部剧不仅以其犀利的对白和极具讽刺意味的剧情线而闻名 更因其对白宫生活的现实描绘而获得大量粉丝 《富人之人》经常被用作现代政治完全混乱本质的例证 其剧情甚至奇怪地预示了许多现实事件 从选票相细剧到反疫苗狂热再到反对下令时的运动 拜登的宣布与《富人之人》第二季的结尾几乎完全平行 当时梅耶斯因总统退出而突然升任最高职位 这个巧合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谜音 让人不禁思考 卡玛拉·哈里斯·魏什摩会希望 Louis Dreyfus一个扮演笨拙自恋者的演员 额外参与他的竞选活动呢 针对这个问题 这位女演员迅速指出了她那个标志性糟糕角色 与现实生活中的副总统之间的差异 在一次采访中 当一位记者问梅耶斯会给民主党候选人什么建议时 Louis Dreyfus幽默地说 我认为卡玛拉如此聪明 她不会接这个电话 然而 哈里斯多年来一直被与塞琳娜·梅耶斯进行比较 尤其是她经常笨拙和晦涩的措辞 尽管她自称是该节目的粉丝 并且显然对此有幽默感 但距离选举还有三个月 这种比较可能会变得不那么可爱 《富人之人》的创作者阿曼多·耶安努奇 对这种现象表达了深切的关注 他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当他的节目与现实生活进行比较时 他感到极度担忧 不是关于哈里斯女士 他解释道 我相信他会为竞选注入急需的锐利感 让我担心的是 政治变得如此像娱乐 以至于我们理解当下的第一件事 就是将其与情景喜剧进行比较 耶安努奇担心的是 政治已经跨过了一个门槛 精心编排的形象或制造的叙述 成为我们唯一剩下的现实 发生了什么 现在外面发生的事情 比《富人之人》还要疯狂 而且非常严肃 接管该系列最后三季的节目主持人 大卫·曼德尔 David Mondell 也对此现象有话要说 他经常谈到 该节目如何被特朗普总统任期所扰乱 无法与现实生活中 不断升级的犬儒主义和荒谬竞争 到2019年时 曼德尔坦言 我们只是不得不离开这栋楼 他补充道 很多事情都是基于这样一个概念 即作为政治家 你所做和所说的事情 是有后果的 而这在唐纳德 特朗普时代就消失了 然而 曼德尔对人们观看 和讨论该节目的当前背景 感到更加乐观 政治似乎又变得有趣了 他在一次采访中说 我不再害怕看新闻 突然间 事情变得愉快了 这种感觉 在哈里斯竞选活动的启动过程中 显而易见 他的团队 在英国流行歌手 Charlie XCX的及时支持 和他的年轻支持者之后 感觉到了一种轻松的氛围 但有趣的是 这种轻松感能在竞选活动中延续多久 同时 哈里斯的粉丝们 狂看富人之人 而特朗普的支持者 则通过2020年的 香巴佬的杯歌 Hillbilly Elegi 了解他的新竞选伙伴 这部基于同名书籍的电影 在过去两周内 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流媒体电影之一 伊安努奇对我们 已经完全穿越镜子的说法 是有道理的 在这样一个充满戏剧性 和娱乐化的政治氛围中 我们不禁要问 美国选举模仿电视情景喜剧 这真的是好事吗 这样的现象 会让选民更关注政治 还是会让政治 变得越来越像一场秀 这些问题 值得我们深思 在这个充满谜音 和流媒体的时代 下一部必看的电视剧 流媒体系列和电影 也许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加影响现实生活 伊安努奇和曼德尔的观点 无论是担忧还是乐观 都提醒我们 在政治已经如此于乐化的今天 我们需要更加谨慎地看待 我们所处的现实世界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在乔 拜登宣布退出2024年总统竞选 并支持卡玛拉 哈里斯的背景下 HBO的政治讽刺剧 《富人之人》Vib 迅速成为讨论焦点 这部剧从2012年到2019年播出 讲述了虚构的副总统 塞琳娜·梅耶斯 由朱利亚·路易斯·德瑞福斯饰演 在追求权力过程中的混乱和无情行径 该剧以其尖刻的幽默 和对政治生活的现实描绘 深受观众喜爱 甚至被认为 预示了一些现实中的政治事件 拜登的宣布 与《富人之人》情节的相似性 尤其是第二季总统退出后 副总统突然升任的情节 让这部剧 再次成为讨论的焦点 社交媒体上疯传的节目片段 和激增的流媒体数据显示 观众对这种现实 与虚构的交叠感到兴趣 但这也引发了一些深层次的思考 这种现实与电视剧情节的重合 是否反映了政治与娱乐之间界限的模糊 《富人之人》的创作者 阿曼多·耶安努奇 对此现象表示担忧 他认为 当政治变得如此像娱乐 我们用情景喜剧来理解现实 这可能意味着 我们已经跨过了一个门槛 进入了一个精心编排形象 和制造叙述 成为唯一现实的时代 这种情况下 政治家的言行 不再有实质性的后果 这在特朗普时代尤为明显 节目主持人大卫 曼德尔也表示 《富人之人》 在特朗普总统任期内 被现实生活中的犬儒主义 和荒谬所扰乱 无法与之竞争 然而 曼德尔对于当前政治背景下的 节目讨论 表示乐观 认为政治似乎又变得有趣了 与哈里斯竞选活动中 轻松地分为相呼应 哈里斯的支持者 和特朗普的支持者 分别通过《富人之人》 和《香巴佬的悲歌》 来了解他们的新竞选伙伴 这进一步表明了 政治与娱乐的交织 伊安努奇对这种现象表示担忧 认为我们可能已经进入了 一个穿越镜子的时代 总体来看 政治模仿电视情景喜剧 是否是一件好事 这取决于不同的视角 一方面 这可能让政治变得 更具娱乐性和亲和力 吸引更多公众的关注 另一方面 这也可能导致 政治被简化和戏剧化 忽略其应有的严肃性和复杂性 无论如何 这反映了当代政治和媒体环境中的 一个重要现象 及政治越来越像一场 精心策划的表演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 让我们先看看这个问题的正面 美国选举与电视情景喜剧的融合 其实是一个极好的现象 为什麽 简单说 娱乐和政治的结合能够让更多人关注政治 尤其是年轻人 你知道吗 在2020年 美国18至29岁的年轻选民投票率达到了56% 比2016年增长了11% 这难道不是因为政治变得更加具有娱乐性 更加接地气吗 富人之人 这样的喜剧让人们用轻松的方式了解政治动态 这对于民主的可持续性有重要意义 楚天书 你这观点听起来倒是挺有趣 但问题在于 政治不是脱口秀 不是用来娱乐的 这种现象反而反映了我们社会的犬儒主义 和对政治的冷漠 看看历史吧 古罗马时代的面包与马戏 政策就是用娱乐来转移民众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注意力 而现在我们是否正在重蹈覆彻 政治应该是严肃的 选举是一种责任 不是追剧看笑话 谢琪琪 你这魔说简直就是危言耸听啊 但我们来看一些现实数据 2016年 美国的选民投票率只有55.7% 但随着政治与娱乐的结合 2020年的投票率已经达到了66.2% 这是1900年以来的最高记录 这难道不是因为政治变得更加有趣了吗 而且当人们在看富人之人这样的节目时 他们其实也在潜移默化地学习政治知识 这就像我们用寓教娱乐的方法教小朋友 这样他们才能更容易接受 楚天书 这样的投票率增长固然是好事 但你是否考虑过质量问题 当政治变成娱乐节目 它极有可能简化和扭曲复杂的政策问题 让人们无法真正理解国家的运作 这就像在富人之人中 虚构的副总统塞琳娜 梅耶斯几乎无所不能 但现实中的政治可没有那么简单 再说了 特朗普的上任不正是因为他靠娱乐性和媒体曝光率取胜的吗 这并没有让美国政治更加健康 反而增加了更多的分裂和敌视 其其你提到的却有道理 但让我们回到一个基本点 人性 人们天生就喜欢娱乐 这是不可改变的现实 与其反对 不如好好利用这一点来推动政治参与 看看历史上的先例 大英帝国时期 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就懂得利用媒体和演讲来吸引公众的注意 这也帮助他在二战中凝聚了全民的力量 富人之人这样的节目只是在用现代的方法做同样的事 让政治变得不再枯燥 这对于一个民主社会来说是极其重要的 楚天说 你这么说好像很有道理 但还是有点理想化 丘吉尔的演讲和现今的情景具有本质上的不同 它是用真实的情感和事实打动人 而现在的情况是 虚假信息和简化的政治观点占据了媒体的主流 这种现象会让人们对政治变得更加轻浮和不负责任 是的 人们喜欢娱乐 但我们不能让这成为政治的全部 我们要的是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 而不是一个把选举当作一场大型脱口秀的社会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美国选举变成了一场电视情景喜剧 真是匪夷所思 就像HBO的富人之人VIP一样 这部讽刺剧让人忍俊不惊 但也让人不惊感慨 现实是怎么成了这样 乔拜登宣布退出2024年总统竞选 并支持卡玛拉、哈里斯这一消息 竟然与富人之人第二季的情节如出一彻 这部剧在社交媒体上疯传 美国的流媒体数据也随之激增 甚至连Bench平台都抓住机会将该系列摆上首页 创作者阿曼多、伊安努奇和主演朱利亚、路易斯、德瑞福斯 都被各大媒体追逐 后者还表示将额外参与哈里斯的竞选活动 对于富人之人的粉丝来说 这简直是一个美妙的巧合 但仔细想想 一位扮演笨拙自恋副总统的演员 来参与真实的总统竞选 这是不是有些荒唐 朱利亚、路易斯、德瑞福斯本人也敏锐地指出 他的角色与现实中的卡玛拉·哈里斯有天壤之别 哈里斯虽然是该节目的粉丝 可在选举还有三个月的时候 这种对比可能会变得不那么好笑吧 偏偏哈里斯在言词上也常常显得笨拙 这让他难免被拿来与塞琳娜、梅耶斯比较 更让伊安努奇担忧的是 政治和娱乐的边界如此模糊 以至于当下的政治事件被首先拿来与情景喜剧比较 他担心精心编排的形象和制造的叙述 已经成为我们唯一的现实 这种感觉在特朗普当证实有位强烈 伊安努奇的焦虑也就不难理解了 节目主持人大卫 曼德尔也有类似的感触 他谈到 富人之人如何被特朗普任其扰乱 无法与现实中的荒谬竞争 曼德尔甚至坦言 很多事情在唐纳德、特朗普时代就失去了后果 然而 曼德尔对当下的政治环境却显得乐观 他认为政治又变得有趣了 哈里斯的竞选活动给人一种轻松的感觉 尤其是在英国流行歌手Charlie XCX的支持下 年轻支持者的热情也令人鼓舞 但这种轻松感能否在竞选活动中延续下去呢 与此同时 特朗普的支持者们则通过 《香巴佬的杯歌》了解他的新竞选伙伴 这不基于同名书籍的电影在流媒体平台上也大受欢迎 伊安努奇所说的 我们已经完全穿越镜子 这种感觉真是在贴切不过了 我们在追逐下一部闭看的电视剧 流媒体系列和电影时 不妨停下来想一想 现实和娱乐的边界在哪里 当娱乐化的政治成为我们的现实 这对民主真的是一件好事吗 这或许是我们需要深思的问题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优优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